F-15 50岁,F-22 25岁 两家都是美国空军机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优势战斗机了 那么请问要是你来做决策 想要进一步升级和扩充战斗机编队的话 你会选哪一家呢? F-22对不对? 因为它更年轻,更先进,超隐身也超能打嘛 但是美国空军的选择却是F-15 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计划在2030年左右将现有的F-22全部退役 奇怪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虽然我相信咱们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对F-22已经是相当熟悉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 以免让人觉得它就是个连F-15都不如的花架子 所以说才被抛弃了 但事实上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22猛禽战斗机 于1997年首次飞上天空时 它就是一架与现役所有的战斗机都截然不同的新物种了 以至于很快就因为它的出现诞生了新一代战斗机的标准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它们被称作第五代战机 如今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 全世界也只多了三款飞机 以足够先进的实力赢得了令人垂眼的五代机的称号 F-35、J-20和苏-57 尽管这些战机比F-22更新 当然在很多方面也更为先进 但F-22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空对空战斗机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F-22的诞生就是为了拿到空战之王的桂冠 但讽刺的是,正是这顶桂冠成为了它被迫推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F-22诞生于美国空军的高级战术战斗机计划 该计划可以往前追溯回到1981年 当时美国空军首次制定并确定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要求清单 他们全部都指向去取代已经被视为传奇的F-15 彼时,冷战依然活跃 F-15有一个明确的对抗目标 苏联的米格25 尽管后来我们知道米格25更多是苏联人放出来的一颗烟雾弹 但是它的确对美国人起了作用 让他们怕的不行 所以哪怕是认为自己的F-15可以在米格25面前占据优势 但是也很担心苏联的下一代战斗机已经在路上了 把F-15打掉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嘛 得要抢时间了 于是你看这速度啊 1985年开始正绩方案 结果到了1991年不仅YF-22已经试飞 而且还赢下了生产合同 6年之后呢 也就是1997年第一架生产型的F-22就首飞了 8年后2005年F-22正式服役 结果嘛 自然是跟当初想要的一模一样了 F-22的空战能力啊 首屈一指 得益于其推力矢量控制和高推重比的发动机 F-22拥有极高的机动性 再加上内艇M61火神6冠 220毫米加特林旋转机炮 使其即使在完全不考虑隐身的情况下 也能够在空中与那些最强大的四代机近距离狗斗 就更不要提寂静为止 飞机上最小的雷达截面了嘛 如果他想要隐身呢 也可以选择在试剧外就同对方交战嘛 总之啊 空中优势似乎被他拿捏得四四的 所以这么看起来啊 这款五代机的开山之作不仅研发的快 优势还很明显 而且服役的时间也近得很嘛 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退役他 好 其实理由很简单 就是他存在的理由不存在了 就在洛克希的马丁公司赢得建造F-22合同的同一年啊 苏联解体了 冷战结束了 到F-22服役时呢 美国已经运不到他假想中强大的苏联战斗机了 相反他倒是呢 在多个战区对恐怖组织发动了战争 不过恐怖组织哪有什么可以跟F-22干架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呢 等于就是啊F-22完全就失去了对手了嘛 茫然了 因此2009年美国将原本计划的750架F-22订单呢 大幅削减至186架 其中真正入列的不过150架左右 这些原本有望在机队中取代F-15的古代机 突然就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了 而且随着多用途隐身战机F-35紧随其后 F-22的大部分生产线呢 被蚕食变成了别人的嫁衣 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永远都不会有超过186只猛型了 那只有186架就将就着186架用呗 那怎么着它也还是够先进的呀 似乎退役的决定还是有些站不住脚嘛 但是啊随着生产线的停止呢 一些部件根本就无法更换嘛 而如果要去小批量的生产他们的话 成本会高得惊人啊 毕竟美国空军曾经打算退役其所有的F-15 以支持F-22 但如今必须要支付维护更新和发展其F-15机队的费用 同时还要支持相对较少 但价格却异常昂贵的F-22 他们实在也是吃不消了嘛 与其这样拧巴着 不如痛快的来一个了结啊 直接退一塌说案了 这大概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 好 就算美国空军愿意留着这100来架的F-22 但他们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 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需要升级更新的 比如航电 好吧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啊 与之前的许多战斗机一样 F-22在开发时呢 并未考虑模块化 这意味着其过时的硬件和软件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想要升级它 不是简单的更新一下软件就行了 而是需要完完全全的更换其战套硬件啊 这笔钱花下去就一定不是个小数目嘛 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对这些F-22进行一系列耗资110亿美元的更新 110亿不便宜吧 但花这么多钱 甚至连老航电的边边都没有插到 只不过是一些替换更隐形的外部油箱和挂架 新的超视距空空导弹和新的电子战套件的开销而已 算是冰山的一角吧 好 那你还可以说 美国老有钱 咋它不就完了吗 硬要这样呢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即便把全部的F-22都升级了 他们也不过才150架左右嘛 要是真的遇到大规模的战斗了 能够够用吗 同时啊 他们也仍然面临着很难获得替换零件 所以就没有办法更换 因老化退役 在事故中损坏 或者是被击中后报废的F-22了 花那么多钱升级维护结果 却换来了一个寂寞 显然是不明智的嘛 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退役F-22 升级和补充F-15 同时把钱砸在下一代 制空权战机的研发上嘛 这是一架YF-23的模型 正在施工 所以抱歉的就贴上了一些胶带 但是啊 也并没有掩盖住 它那些作为明显的特征了 比如这对巨大的零星机翼 这副全动式的V型尾翼 没有水平尾翼 喷口呢 则是埋在了机背当中 还特别靠前的驾驶舱 和充满科幻感的机翼笔造型等等 都使YF-23成为 国心目当中最好看的飞机之一 甚至还略微超越了F-22一点 实际上啊 YF-23呢 就是当年跟F-22的验证机 YF-22一起竞争美国空军 第五代战机合同的对手了 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 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啊 YF-23呢 其实是要比F-22更为领先的 诶 所以 除了颜值 YF-23究竟厉害在哪些地方 而既然它这么厉害 又为什么最终却输给了F-22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它啊 1980年的 美国空军开始预订了一种新型的战斗机 一种旨在可以对抗最新一代的苏联战斗机 比如苏-27和米格-29的战斗机 因为此时他们的机库里面 现存的空中优势战斗机F-15英 和多用途战斗机F-16战损 在面对对方功能强大的第四代战斗机时呢 已经有点捉襟见走了 于是啊 两个重要的指标呢 就被提了出来 第一是隐身 第二嘛 是能够在不用开加力的情况下 实现超音速巡航 即超级巡航 这两者加起来呢 就能够让这种新型战斗机 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动静快速的接近敌机 同时还能够留下足够的燃料 以供战斗和返航所需 不管是哪家公司最终获胜啊 空军都承诺采购750架 以便形成一套坚强的防线 到了1980年底啊 两个团队被选中了 在空军的支持下呢 得以进一步把图纸上面的概念 变成实际中的验证机 然后来一场飞到空中的对决 他们分别就是洛克希德 波音和通用动力组队拿出来的YF-22 和诺斯罗普与迈道组队拿出来的YF-23了 好 两支队伍都非常优秀 而且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隐形飞机开发经验的 我们之前的故事里面其实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洛克希德曾经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操作的隐形战机 F-117以及它的前身慵懒 而诺斯罗普则开发过几乎完全被雷达忽视的隐形侦察验证机 沉默之蓝 它的遗产被B-2继承了下来 直到今天都仍然还在服役 所以看起来这是一场很难拉开差距的竞争嘛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讲这两者的性能 当然重点还是要落到咱们今天的主角YF-23身上 好 先说隐身性能 尽管YF-22已经采用了相当作业的隐身设计 但是将它发挥到极致的却是YF-23 这里我们要乱入另外一架飞机了 就是以前讲过的也是诺斯罗普设计的沉默之蓝了 你仔细看看它俩有哪些共同点 最明显的就是将传统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 整合成了一对V型尾翼 这对散射雷达波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它俩的尾喷口都位于机背 而且还是深深的埋在里面的 这将有利于隐藏飞机的红外热特征 尤其是YF-23 这个通道的周围铺设的全都是吸热的材料 所以尾翼就被隐藏得更好了 最后你看沉默之蓝的这一圈岩边 好像在YF-23身上不见踪影了吧 但是其实还是有的 你仔细看 这一圈像鸭嘴一样的造型 不就是岩边遗传下来的吗 所以所有在沉默之蓝身上 被验证了的相当隐形的东西 都在YF-23身上得到了体现 并且还进一步的强化 比如它的进气口 你根本就找不到里面的发动机 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藏在了机背上 利用这样的S型进气道 就很好地避免了压缩机叶片 对雷达波的反射 让隐身性能进一步的提高了 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机动性 首先是速度 YF-23一共造了两架 第一架全黑 所以命名黑寡妇2号 装造两台普惠YF-119发动机 在第一轮的测试中 可以实现1.43马赫的超级巡航 第二架改为全灰 所以命名灰色幽灵 发动机也改为使用两台 通用动力的YF-120 从而使超级巡航的速度 提高到了1.6马赫 比YF-22的1.58马赫 还要略高一点点 至于最高速度 至今仍然是迷而不宣的 但分析说肯定是超过了两马赫的 好 那机动能力呢 这里就是很多分析指出 说它最终被YF-22打败的 最重要的地方了 因为它没有使用像YF-22 那样的推力使量喷口 所以理论上它的机动能力 肯定是远远不如YF-22的 但真的就是这样吗 其实并没有 别忘了它那对巨大的 V型的全动尾翼了 通过相向或者是反向的转动 它能够为 YF-23带来几乎与 YF-22相同的机动能力 差嘛 也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总结起来 这两架飞机简直就是旗鼓相当 诺斯罗普的YF-23由于更轻 所以提供了更大的航程 和卓越的隐身性能 但YF-22使用了更为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 并且在机动性方面略有优势 剩下的难题就是空军的选择障碍了 我们都知道它最终选择了YF-22 但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洛克希德更会做营销 他们的试飞员在飞行展示当中 就毫不吝啬地将机头高高地拉起 用一个高引脚发射导弹的动作 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官员 各种各样的花式机动 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来 而洛斯罗普呢 其实他们的YF-23 也是可以完成这些动作的 但也许过于高冷了 人家就是不这么玩 所以就错失了种草的机会嘛 另一方面 这来自于口碑 操支和拖延一直就伴随着洛斯罗普 所以一向保守的空军 当然就宁愿选择相对比较靠谱的洛克希德了嘛 哪怕YF-22实际上并没有好过YF-23 讽刺的是啊 洛克希德最终也没能够让空军省心啊 他也严重超值了 而且一超就超了数百亿美元 直接将空军原本的750架采购计划 蓝腰 应该说是蓝腿 砍到了只剩186架了 如今他们更是计划将其逐渐退役啊 所以嘛 要是他们当初选择的是这一架的话 结果会是更坏还是更好呢 你来说说你的观点啦 F-14熊猫的机身 竟然有一部分是用帆布袋做成的 你敢相信吗 他们就是照片上这个深色的部分 位于两个可变后略一根的附近 这本书上正好有一幅插图 把它的细节展示的非常到位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可冲放弃的 是当机翼展开之后用来填充为后略的机翼流出来的机身空间的 是此时的机翼后援可以跟机身的顶部实现齐平结合 不会留下一丝的缝隙 否则在熊猫起飞和着陆期间 机身上方和两个垂直尾翼的前方呢 都会受到混乱起流的影响 可以说相当重要 这个帆布袋通过一台吻压器 从TF30发动机的第12增压机获得压缩空气 从而变成了机身的一部分 当然 输入起来机翼后略的时候呢 它就会放弃了 给机翼流出伸展的空间 机翼当然也是不会亏待它的 在下表面涂着特弗龙涂层 以便减少对它的磨损了 其实F14还有很多值得一讲的故事 以及那些即使在今天看起来 仍然很有意思的技术与理念 你要是想听呢 就在评论区里面留上想听二字 我来安排 或者这本书我橱窗里面有货 也很推荐你买来看看 内容非常的详尽啊